请听小说《仙逆》第1541章 有些无耻了 亡灵双目凝重 盯着那天空上出现了巨大掌印 这掌印似从天空幻化而出 在其四周还有一片片波纹向着八方回答 掌心内 每一道掌纹都极为清晰 看起来如同真正的一只手掌 非虚幻而出 此印与亡灵所学所见的亦灵印极为相似 但却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它所知晓的那亦灵印只是一个巨大的手掌 没有太过清晰的掌纹 在出现之后会吸收天地之力 使得自身庞大无比 蕴含了惊天之术的同时 却有些不太好操控 而且随着那亦灵印的越来越大 吸收的天地之力越来越多 此印最终定然会脱离掌控 王林明白 这一点与自己并非是获得亦灵印传承 而是自己明悟而出有关 真正的亦灵印 尤其是在那水稻子市长开来 显然没有这些缺陷 不过就算是那水稻子市长的亦灵印 其掌心上的指纹 也远远没有眼下这疯子所画般清洗 更是在这手掌的边缘 没有那一片片诡异的波纹 这波纹看起来就像是玄武最强之术的震 震动之力 随着观察 王林神色极为严肃 他望着那亦灵印轰轰而来 直接落在了地面上 大地一震 一股气浪卷动滔天而来 向着四面八方扩散 把这方圆无尽 全部笼罩在了迷雾之中 王林也在那掌印之下 感受紫印落在身上 双眼露出推眼之色 他在不断地揣摩紫术的变化与运用 好一个一灵印 阵力在外 震动天地如奴役一般 奴役天地原力化作掌印 一或者是奴役天地之力化作一个灵 此灵再被先例弥漫 便成为了一灵印 只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不太清晰 需要这一灵印传承的绝密口诀 王林舔了舔嘴唇 双眼露出金光 尘土过后 那疯子一脸得意 一仰天大笑起来 怎么呀 怎么呀 本王的神通厉不厉害 狂笑中 这疯子看似像对那黑圆炫耀 但实际上 双眼却是在王林身上扫过 露出洋洋之意 王林笑了 他望着这疯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 看到王林的笑容 这疯子是疑惑起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挠了挠头 有些搞不明白 对方到底在笑什么 此神通尚可 但此数我也会 而且威力要比你强上不少 王林缓缓开口 声音不疾不虚 那疯子眼中露出不屑 指着王林呲牙道 本王神通才是最厉害的 除了我哥 没人比得过我 你是不是想偷学呀 本王告诉你 本王的神通道书 我哥说了 谁也不能传授 你休想 打死我都不敢 当年谁谁谁 谁来着 想偷学 就被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本王可是很聪明的 谁也别想骗了我 王林不再说话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一按 顿时天空轰轰 却见一个模糊的掌印 骤然出现 这掌印出现之后 立刻就疯狂地吸收 四周的天地之力 渐渐清晰的同时 向着下方 急速轰击而来 在其下降的过程中 一股莫大的威压 从天而降 更有狂风呼啸 吹动大地 使得大地 发出咔咔之声 竟有一道道 巨大的沟壑 直接撕开 那疯子 一头乱发被吹动 眼中露出呆滞 他呆呆地 望着那掌印 轰轰而来 在其就要落下的刹那 望灵双目一闪 深吸口气 右手向前一指 口中念叨 宁宁宁 三个宁字出口 那掌印急速的缩小 但在其缩小的过程当中 却是爆发出了 不稳的迹象 似要脱离掌控一般 最终 轰地声落在大地 整个修真行一阵 那疯子更是 被这大地的震动 掀起 跳跃起来 一个巨大的掌印 清晰的烙印 在了远处的大地上 这掌印约数万丈大小 远远看去 如同天坑 你若能施展 方才的神通 同样打出 这样的烙印天坑 那么我便承认 你的神通 很厉害 亡灵语速缓慢 神色恰到好处的 露出了一丝轻蔑 正是这一丝轻蔑 让那疯子双眼 立刻红了起来 他如抓狂一般 会晤双臂 不断地敲打胸口 发出阵阵低吼 这是他刚刚学自 那黑猿的动作 他认为这个动作 很有霸气 本王才是最厉害的 你等着 这疯子怒气汹汹 向前一步之下 直接神通 右手抬起 一指苍天 吼声连连之下 巨大的掌印 凭空出现 被他右手一挥 那掌印直奔大地 轰鸣之下 这掌印就落在了地面上 掀起大量的尘土 在地面上 留下了一个浅浅的痕迹 疯子愣了一下 看了看那浅浅的痕迹之后 又看了看旁边 王林打出的天坑 双眼露出疯狂 吼声更为剧烈 再次施展了 这同样的一灵印 轰击起来 王林在一旁 打起全部的精神 双眼急速闪烁 疯狂的推演 他要把这一灵印的 全部细节都 牢牢地记在心中 此刻 他浑然忘记了一切 眼中剩下的 只有那疯子 一遍又一遍 施展的一灵印 再没有这种机会 与造化 能有人在他面前 不断地去施展 同样的神通 这种机会 就算是师徒之间 怕是也很难 做到如此程度啊 半个时辰之后 那疯子连续施展了 几十次一灵印 打在同样的大地上 使得旗上的烙印 慢慢的深了一些 但是距离王林那天坑 还是差之太远 这疯子已然是 气喘吁吁了 连续施展着神通 他感觉很累了 正琢磨着 放弃的时候 偷偷看了王林 却是在看到 王林的脸上的 浮现出来的 轻蔑与嘲讽 一看之下 疯着怒了 奶奶的 本盲就不信了 他低吼当中 似忘记了疲惫 疯狂地展开一灵印 不断地轰击大地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每一次 他想要放弃的时候 都会在王林的脸上 看到那 越来越浓郁的轻蔑 这神情 他接受不了 王林双眼充满了血思 一边紧紧地观察 一边右手抬起 在身前挥舞 以其惊人的悟性 在快速地揣摩与推演 直至六个时辰之后 这疯子已然打出了 数百遍的一灵印 整个人大汗淋淋 不断地伸出舌头 累得就连喘气 都似有些来不及似的 奶奶的 太累了 脑子不玩了 比不过就是比不过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本王要去睡觉了 他嘀咕当中正要放弃 转头之间 下意识地看向王林 这一眼之下 他整个人却是一顿 正是这一次震惊 让这本来已经决定 放弃的疯子 突然兴奋起来 扬天咆哮 双手狠狠地 拍打自己的胸口 若是这王林 依然还是轻蔑 这疯子此刻 断然不会选择理会 毕竟他感觉太累了 但是王林脸上 露出的震惊 却是给了他信心 这小娘子 终于不再轻蔑了 好 本王就再加把劲 倒要让他知晓 本王的厉害 这疯子兴奋当中 转身再次轰击起来 王林双目闪烁 快速地摸索当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地 他的双眼内 慢慢地有了一个清晰的掌印 这掌印更是刻在了脑海内 慢慢地越来越深刻起来 四个时辰 五个时辰 直至七个时辰之后 那疯子吼声依然死哑 双眼通红一片 咆哮当中 把最后一道一灵印 按在了大地上 大地轰鸣 终于在这七个时辰的折腾当中 出现了一个掌印深坑 与王林的掌印深度相差不多 做完这一切 这疯子整个人趴在那里 喘着粗气脸上疲惫之急啊 但还是打起精神 向着王林沙哑地喊道 怎么样 怎么样 本王的神通是最厉害的 王林神色透出一股震撼 缓缓开口道 这个 我需要亲自检查一下 你去检查 哼 本王等着 那疯子眼中露出不屑 但却掩盖不住脸上的得意 王林那震撼的目光让他极为满足 似乎一切疲惫都不算什么了 王林起身 凝重地一步迈去 走到那疯子一灵印打出的大坑外 仔细地观察了很久 随着他的观察 那疯子看似在休息 可实则双眼却是不断地 盯着王林的表情 他想要看到更多的震撼 可渐渐的 这疯子隐隐感觉有些不妙 王林的神色 那初始还是震撼 可慢慢的 却是震撼消失 一片平静当中 那让他极为激动的 轻蔑之色居然再次出现 看到王林脸上的轻蔑 这疯子立刻是怒气冲天啊 死死地盯着王林 刺起来牙 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阴险 明明神通无法比得过我 却暗中做了手脚 王林摇头当中 神色轻蔑更重 转身走回盘西坐在那里 看都不看那疯子一眼 疯子愣了一下 面色憋得通红 直接冲到了王林身前 大吼道 我没有 本王没有 你这几个师生用的神通 与最早那次并非是同一个 休想骗我 王林睁开双眼冷冷地说道 你诬赖我 本王明明用的是同一个神通 绝不会错的 你去仔细看看 你再去看看 本王没有骗你啊 那疯子急了 甚至眼中隐隐出现了水汽 他觉得冤枉 非常的冤枉 自己辛辛苦苦 数个时辰 好不容易才做到了这点 竟不然说是欺骗 小说 仙逆 第1542章 惊吓 我已经看过 不是一个 王林言辞 斩钉截铁 冷冷地望着那疯子 眼中轻蔑之中 还有一丝痛息 正是这丝痛息 让那疯子眼中的水汽更浓 最后 更是哇的一声 居然哭了起来 他这一哭 顿时就让王林内心 生起了歉意 他觉得自己 就好像一个大叔 在去骗一个 孩童手里的玩具 罢了 因果因果 我与此人在这幽冥兽 体内之界相识 他给我鲜血 给我造化 眼下我又以这种方法 获得了神通 此是我日后 终要偿还的 修士很少回风 此人身上定有 莫大的故事 我王林一生恩怨分明 今日便再次立下实验 日后他之事 便是我王林之事 王林望着眼前 这个疯子 墓中深处隐藏了柔和 本王没有撒谎 本王明明施展的 是同样的神通 这神通叫做伊灵晋 是我哥 从双子仙尊那里抢来的 传手给我的 这疯子许是许久没有洗脸 泪水一流 顿时在脸上冲出了两行黑泥 他抹了抹眼泪 目中露出了委屈 向着王林大吼起来 你要不信 我告诉你口诀 本王从小就不会撒谎 我哥说了 要是我撒谎 他会打我的 这疯子委屈至极 吼声当中 不假思索 立刻就把伊灵晋的口诀 一五一十的 全部说了出来 你看 就是这个口诀 你自己修炼一下 你去施展一下 你自己看看 我有没有骗你 明明是我辛辛苦苦比赢了 你耍赖呀 我不和你玩了 不和你玩了 这疯子怒气再起 带着委屈 直接坐到了一旁 气呼呼的坐在那里 故意不去看王林 王林怦然心跳 那口诀被他全部记住 内心默念之下 立刻便清晰的 把之前一切不明之处 全部掌握 他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一指 轰然间一个 极为正宗的伊灵晋 浩荡而出 没有降临 但却有一股 磅礴的威亚 疯狂的扩散在天地之中 抬头望着那伊灵晋 王林双眼瞳孔收缩 内心弥漫了一股兴奋之意 以他的修为 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这真正的伊灵晋 绝非神通 它是一种倒数 一种威力极为强大 足以毁天灭地的大倒数 仅仅是一掌 就可以把王林的实力 通过其内奇异的变化 瞬息间膨胀扩大起来 而且最重要的 这伊灵晋并非只是一掌 其内蕴含了三股气息 若是全部施展开来 配合足够的修为 可以化作三掌 同时落下 轰杀 体 神 魂 那水稻子施展的 仅仅是可以红杀体而已 如今我学会的神通道数 才是真正的伊灵晋 王林深吸口气 把这伊灵晋牢牢记住后 目光看向了疯子 在他眼里 这疯子就仿若是一个 带着巨大的宝藏 而且随时可以爆出一些 好了 不要哭了 我承认 你这神通的确很厉害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王林带着倩义目中 藏着柔和 起身向那疯子一抱拳 疯子轻哼一声 撇过脸去 不看王林 王林苦笑 沉吟当中 右手抬起向前一抓 立刻便有几粒丹药被他取出 这丹药 他所选择的 大都是那种药香激浓 刚一出现 顿时便有 阵阵浓香弥漫开来 那疯子鼻子顿时一动 下意识地吸了几口 舔了舔嘴唇 但却硬挺着不去看 可眼睛却是斜着 不断地瞄过去 哼 这点丹药算什么 本王当年为小红的最差的一颗 也比这些好多了 王林脸上露出似笑非笑之色 右手捏着一个丹药 轻轻一用力 啪的一声 这丹药就碎开 香气立刻大浓 弥漫开来 这疯子强忍着冲动 可肚子却是发出咕咕之声 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吞噬丹药了 此刻渐渐有些忍受不住 这些丹药给你 算是之前我错怪你的赔偿了 可好 王林声音轻柔 缓缓开口当中 把丹药向前一挥 那树立丹药便直奔疯子而去 漂浮在了他的面前 这疯子使劲咽了口唾沫 转过身 直勾勾地盯着丹药 很是不屑地说道 这些丹药 当年本王看都不看一眼 太刺了 实在是太刺了 那罢了 既然小娘子你如此羡慰于本王 本王便面为其难好了 他说着 右手急速地探出 一把就抓着那几粒丹药 双眼冒光啊 直接就全部扔入口中 嘎吱嘎吱地咬了几口 便吞入腹中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抱拳道 阁下神通的确惊人 不过 不知是否就只有这一种啊 那疯子得意当中突然露出警惕 转头盯着王林 这话我记得以前听人说过 谁来着 小红 是谁说这话来着 哎哟 忘了 忘了 不过本王记得 那人说这话的目的 是为了要骗我的神通倒数 哼哼哼 本王如此聪明的人 岂能上当 你休想骗我倒数 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告诉你任何口诀与神通 疯子 疯子抬起头冷哼当中 是有一股高高在上的感觉 摇头叹息道 哎 倒数学的太多 倒数学的太多也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啊 没办法呀 本王天资太高 学的也就多了 不过呢 看在你如此恭敬的份上 就向你展露一下 不过你休想让我教你 没门 这疯子说着站起身子 舒展了一下双臂后 得意的抬起右手 向前一挥 骤然之间 天空已暗 却见一片赤红色的火海呼啸弥漫 一把巨大的伞直接就幻化出来 这伞以天为伞目 在那伞下无尽火海凝聚之下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伞杆 一股灭世之言充斥八方 赫然间竟形成了九个伞样的火苗 那火苗燃烧 隐含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 亡灵双眼瞳孔一说 他认出了 此树与自己掌握的坟戒骨伞极为相似 但不同的是 他掌握的那大神通道数是要开伞 而这疯子施展的 刚一出现 这伞便已经开了 看似相似 但实际上差距却是天地 怎么样 本王厉害吧 这伞若是闭合 威力可是很大呢 疯子右手一挥 那伞顿时无声无息地消散在了天空中 哼 我就是不教你 让你看得到 学不到 本王还有呢 你瞧着 这疯子得意当中 抬起双手 掐绝之下 立刻环绕在身前 赫然就做出了一副开弓射箭的样子 若是此刻在他手中有功 那几乎就是与当年亡灵看到的道际黎广一模一样 一股惊天的剑气直接就从这疯子双手内疯狂地爆发出来 只只要他一松手 这天地就会立刻被这剑气撕碎 本王会的可多了 这算什么 还有呢 这疯子似来了兴致 尤其是看到亡灵的凝重的神色更是得意非凡 再次张口咆哮一番 双手松开 那惊天剑气消散的同时 他双手掐绝向着天空猛地一挥 天空一阵 却见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光芒骤然幻化而出 这七彩之芒急速凝聚 赫然就化作了一杆七彩长枪 此枪惊天动地占据了整个天空 那枪尖一动下轰鸣昼气 似就连这天空都要被撕开一半 尤其是从那枪尖上传出的阵阵刺目七彩 更是给了亡灵一股毛骨悚然之意 刹那间就起了一身的冷汗 那七彩之芒蕴含了一股情绪的力量 随着其出现 似可以影响一切看到之人内心的情绪 这一点与虚火相似 但是在亡灵感受却是远远的超过了虚火 那疯子长笑当中上手撕开 天空恢复如常 他脸上露出振奋 黑黑笑的 哎怎么样怎么样 本王厉害吧 你想不想学 啊 想不想 本王告诉你 想学我神通道术的人太多了 哼 本王什么人没见过 没有一个能骗得了我的 打死我都不骄 你想学也没用 本王也没有办法 哎 真是可怜呀 那疯子摇头神色更是得意 让我想想 你会怎么回答呢 我记得有人回答是不想 然后故作冷漠 想要勾起本王的兴趣 结果呢 哈哈哈哈 你猜结果是什么 哎呀 笑死我了 这疯子立刻抱着肚子 大笑起来 你要是回答想呢 本王就会严厉的拒绝你 小娘子啊 本王的嘴可是很严很严的哟 就算你是色诱也没用啊 这疯子又开始喋喋不休了 而且越说越兴奋 望着那疯子 王林慢慢露出了微笑 我记得幽明兽的记忆内 此人并不认识此手 而且当年被这幽明兽吓着了 似很害怕的样子 王林嘴角的微笑更浓了 那疯子被王林盯着 尤其是看到王林的笑容内心 隐隐有了不妙 他依稀记得 似乎对方就是方才这般笑后 自己就连续几个时辰 都在施展那一灵印 最后累的是气喘吁吁啊 就在这时 突然这整个修真心轰然一阵 灰蒙蒙的天空 骤然就四起了风暴 轰鸣之下 那天空死要被撕裂 但见一个巨大的虚影 隐隐从天空幻化出来 那虚影之大 仿若一头鲸鱼 尤其是脸上 还有两道长长的须子 在不断的舞动 正是幽冥兽 在感受到亡灵的召唤之后 在其体内这一界 唤出了魂影 在其出现的一瞬间 那疯在脸上的得意 顿时崩溃 双眼瞳孔收缩 身子剧烈的颤抖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 啊 你你你你你 你你你你 追到这儿了 啥钱闹的呀 你居然还不放过我 我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呀 这蜂子的惨叫一起 那被亡灵叫来的幽冥兽 立刻就被吓了一跳 双目呆呆地望着下面那蜂子 慢慢地认出了 这蜂子就是当年的那个人 这一认出 幽冥兽立刻魂内就有哄哄咆哮喘出 他吓得身子一颤 那吼声更为剧烈起来 他这一吼 那蜂子更是恐惧了 急急退后 面色瞬间惨白 若是亡灵不在这里 那幽冥兽此刻 定会毫不犹豫地疯狂逃遁 可他性格当中的另一面 却是让他在短暂的恐惧之后 呆呆地双目缓缓一转 身色顿时猙獰起来 向着那蜂子再次低吼咆哮 其庞大的身子更是全部幻化出来 向前猛地冲去 那蜂子惨叫再起 身子急速后退 可他越是退 那幽冥兽越是正寧 不断地逼近之下 眼看就要逼近那蜂子 两根巨大的须子 则不断地甩动 发出砰砰之声 这幽冥兽此刻心神极为兴奋 他这一生都是在被别人吓跑 几乎从未感受过自己去吓别人的那种了去 此刻体会到 那种感觉让他就连灵魂都振奋了起来 吼声更惧当中 这幽冥兽再次逼近 由于离得太近了 他的一根须子在挥舞当中碰到了那蜂子 轰的一声 这蜂子尖叫后退 同样的 因为这须子碰到了对方 这幽冥兽也是身子一颤 连连后退一些 保持一定的距离后 这才又猙獰的咆哮吓唬起来 小红 快来救我 你去让他吃掉 不要来吃本王啊 本王真的不好吃啊 这蜂子全身颤抖 他被彻底的吓破了胆子 护驾护驾呀 哪位勇士快来护驾呀 这蜂子已然口不择言 退后当中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身子颤抖之下 不断的向后爬去 神色之凄惨 足以看出他此刻 被那幽冥兽吓得不得了 就在他绝望之时 王林一步迈出 站在了这蜂子的面前 他的身影在这一瞬间 让那蜂子觉得极为高大 还是你好 你对本王真好 比我哥对我还好 快去阻止这凶手 他要吃了本王 本王不好吃啊 那蜂子神色露出激动 他没想到在这危急之时 王林会站在自己身前 这种感动 让他几乎忘记了一切 在他眼中 王林此刻成了他全部的依靠 本王要赏你 本王把小红赏给你 本王把小银刀也赏给你 本王把那七才小娘子也给你 本王后宫有家里四万 全都给你 王林没有开口 抬起右手向前一按 同时内心传出了一道神念 那幽冥兽愣了一下 以他的心智 似很不明白 对王林的神念 呆呆地思考了起来 但是他虽说在思考 可身子却是下意识地 要冲到王林这里 用其大脑袋来碰触 这一切在那疯子的眼中 赫然就是那巨大的幽冥兽 轰然直奔王林撞进而来啊 瞬息间 那幽冥兽就碰到了王林的身体 王林面色一变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蹬蹬蹬后退竖步 一把抓住那疯子急速地后退 王林这一退 那幽冥兽顿时又愣了 呆呆地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不解 他想不明白 主子为什么要退啊 自己方才好像还没有撞到主子 但是在王林的神念下 这幽冥兽还是选择了听从 在他看来 这是主子和自己要玩游戏呢 想到这里 他立刻就兴奋起来 阵阵低吼咆哮间向着王林追去 庞大的身子移动之下 天地色变 轰鸣传遍八方气势惊人 啊 他又来了 他就是要治我 他不会放过我的 那疯子被王林抓在手中 不断地惨叫起来 王林眼中歉意更多 但却被他隐藏起来没有表露 勇士救我 勇士救我呀 我让我哥封你为王 我让我哥把他的肥子也给你 勇士救我呀 此手极为厉害 就算是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此手最喜欢吃人了 而且是活活地吞入口中 慢慢地咬碎 然后再不断地腐蚀 若是肉身脆弱的倒也罢了 片刻就会死亡 最可怕的便是那种肉身很难毁灭的 如此一来就要被他不断地去咬碎 不断地腐蚀 直至千年万年后直至死亡 王林抓着那疯子迅速地退后 但却始终无法快地过那幽冥兽 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距离很近 几乎那幽冥兽的须子的甩动就在眼前 这种距离给了那疯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让他恐惧不已 啊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呀 哎 要不 你让他吃掉 他吃饱了 说不定就不吃我了 疯子颤抖当中似要哭了出来 眼圈很快就有了水气 王林被他这句话气得是笑了起来 转头盯着那疯子一字一字地开口道 你看他那庞大的身子吃一个能饱吗 那疯子一愣 真的仔细去看了一眼身后疯狂坠来的幽冥兽 面色立刻惨白 蒙得摇头 可惜啊 我空有一身修为 却没有能够发挥出来的神通 哎 如果是有那些神通 说不定可以把此兽赶走呢 王林长叹一声 还是啊 怎么办怎么办 我要死了 我要被吃了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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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疯子颤抖当中眼泪露出绝望 我从小就怕凶兽 尤其是这么大的凶兽 就在这时那幽冥兽两根须子 无意识地横扫 直接从那疯子眼前扫过 狂风扑面 让这疯子再次惨叫起来 哎 对了 我会神通 我会神通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会 本王实在是太聪明了 你快点学啊 学会之后把这大兽给我赶走 这疯子惊恐当中突然双眼一亮 连忙大声说道 他更是毫不犹豫地直接就把坟戒骨散的口诀 与一切同统地说了出来 亡灵神色如常 但心脏却是猛地跳动加速 一丝不漏地把那口诀与一切 全部记在心中 目光一闪之下 在心中不断地印证 越是印证 他便越是凝重 这口诀极为准确 正是就算那当年的朱雀之主也只能偷学 而没有完整掌握真正的大神通道数 只不过这种程度的神通道数 并非那种可以立即学会之物 需要闭关前修多年之后 不断地明误下 方可真正的发挥出来 亡灵左手恰觉响牵一挥 立刻便有百万静止幻化 何然间 那被他偷学而来的坟界骨散 就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骨散一现 幽冥兽立刻就身子一顿 他眼中露出恐惧 其呆滞的头脑内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主人要对自己施展这种神通呢 那骨散刚一出现 却是骤然崩溃 亡灵带着那疯子 急急后退口中说道 还是不够 啊 不够 那我有礼族遂天义公道 我传手给你 你快点把这大手给我赶走 那疯子很是紧张 立刻就把那公术口 就给说出来了 说完之后 思汗是不放心 在那幽冥兽须子 从其身边扫过的刹那 这疯子立刻又急急开口道 我还有那个什么 七彩之术 我也告诉你 其他的我就不能说了啊 这就算是被大手吞了 也不能说呀 亡灵也不忍逼这疯子太紧 若非是那种种神通 对他作用太大 他也不会如此 此刻心中歉意更深 但同样的在亡灵心中 已然存了因果 与这疯子的种种 虽说无耻了一些 但是日后他亡灵会数倍的偿还 修道之事 但凡有了决断 便不会再犹豫下去 亡灵就是这样的人 这疯子对他之恩 已然牢牢的记在了心中 绝不会有半点忘记 哪怕日后因此遭遇了大难 他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下去 一切只因他性格中的四个字 有恩必报 把那七彩之枪 与礼族公道记住之后 亡灵身子骤然停顿了下来 左手抬起 向着身后那幽冥兽 直接落下 轰鸣之中 亡灵松开右手 把那疯子向着下方大地抛去 与此同时 右手一挥 却见浓雾弥漫天空 把他与那幽冥兽笼罩 不让他疯子看到 轰鸣滔天 在这天地内不断地回答 那疯子落在大地上 颤抖当中 抬头望着天空的迷雾 神色激动起来 你不是勇士 你是本王的恩人啊 我哥曾说 有恩就一定要报答 你放心 你死后我会报答的 你放心地去阻挡着大寿好了 这疯子话语当中连忙爬了起来 头也不回向着远处跑去 恩公 你一路走好 本王一定记得此事 一定会报答你的 这疯子越跑越远 转眼之间就跑出了老远 天空轰鸣月下的距离 但却没有维持太久 就在一声巨响下 雾气消散 王林从其内一步走出 扫了一眼远处 那疯子向前迈去 那幽冥兽跟在王林后面 猙獰个追了过去 疯子奔跑下 回头一看 顿时再次凄厉残叫起来 喃喃自语道 完了完了 这一次真要被吃了 他恐惧当中 咬牙之下 直接闭上了双眼 伸着脖子大吼道 吃吧吃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吃吧 只不过等了很久 也不见那种 被吃的感觉涌现 这疯子害怕当中 慢慢的睁开了眼 愣在了那里 他看到那让他畏惧的大兽 神色露出一股亲疑 在王林身边拱来拱去 王林的右手放在大兽身上 轻轻地拍拂着 你把他收服了 你居然把他收服了 这疯子愣了一下 双眼顿时冒出狂热之色 直勾勾地望着王林 我哥说 这羽星大天内 高人不少 你一定就是高人之一 此兽能让我如此害怕 估计就算是我哥也收服不了啊 高人呐 您收我为徒吧 您一定要收我为徒啊 请听小说 仙逆第1544章 离去 世尊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幽冥兽体内之界中 那残破的修真 欣赏王林面前 那疯子直接跪下 不断地磕头 神色吐出一股凝重 双眼露出狂热的崇敬 这疯子说话之间啊 立刻抬起有手 拍在了自己的眉心 一股奇异之力 从其体内 弥漫出来 直奔王林而去 转眼之下 就融入了王林的体内 这一幕 就算是王林也愣在了那里 他本意只是吓唬着疯子 问出神通道数口诀而已 却没有想到 居然出现了 如此转折的一幕 师尊 快教我到底用什么方法 才收服这大兽 我就要学这个 学会以后 我以后再看到 又要吃我的大兽 我就直接冲上去 收服过来 那疯子兴奋地望着王林 起身坐在一旁 语气很是得意 内心暗道 哼 还是本王聪明啊 这次为我哥找了个高人 而且我还能学到神通 这笔买卖 划算 很划算啊 我哥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夸我的 王林神色古怪 右手在那幽冥兽身上一拍 此时立刻消散 渐渐无影 整个修真心 顿时寂静下来 只剩下了他们二人 目光落在那疯子脸上 王林渐渐地露出了微笑 这收服此兽的神通 很是玄傲 眼下还不是传授你之事 而且为师还需要知晓 你还会哪些神通道数 方能抉择 王林缓缓开口 那疯子眼珠一转 眨了眨眼睛说道 不会了呀 就那些了 别的我都忘了 你既不说 那便作罢 王林微笑中 话语一转又道 不过 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那疯子神色顿时激动 连忙起身猛地点头 大声道 想啊想啊想 我一直想离开这里 可是找了很久很久 也没有找到出路 我可以带你离开 但是我要知道 你掌握的神通道数中 最强的是什么 王林磐夕坐在一旁 轻声笑道 先知久决道啊 就连我哥 也只摸索出了第七决道 这疯子说完 立刻捂住了口 使劲摇头 啊 这个是不能详细说的 我体内有势道 一旦详细说出 就会遭受宪法 那疯子松开手 但却没有放下 而是扣着鼻孔 目光在王林的身上扫过 他这个样子 是根本就不像 是其所说的那样 王林摇头一笑 不再去问 他虽有贪心 但也知进退 从此人身上 获得的造化已然巨大 若是再贪婪下去 未免有些过了 而且套出那四样神通口诀 几乎每一样都需要 王林莫大的时间 去消化感悟 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问出更多的神通 三日后 我带你离开 王林沉吟当中 闭上了双眼 默默地吐纳起来 他知晓 自己时间紧迫 必须要尽快地 获得足够的道国 如此 方可把心中的计划完成 解决那如悬梁之剑的 排斥之力 三天的时间 他要把体内的排斥之力 再压一下 以便保持一定程度的实力 去完成余下的几件事情 不行 本王都拜你为师了 你不能一个神通都不传授啊 本王不同意 你快点传我神通 不然你就是欺负人 那疯子看到王林闭目 立刻就不干了 连忙跑到王林的旁边 再次开始了咆哮 这咆哮之声越来越大 最后是累了 便坐在王林对面 喋喋不休起来 你不能这样欺负人 我都给你好几个神通口诀了 你要也给我几个呀 一个也行啊 小红你说是不是 没有他这样的 如此欺负本王 本王能忍 小红你能忍吗 王林被他叙道的睁开双眼 右手一挥 立刻便有一股金风呼啸而起 在天空弥漫之下 赫然化作了九条金龙 这九条金龙咆哮间 吹出阵阵紫色之风 此风寒冷至极 刚一出现 这大地就在咔咔声下 赫然冰封 此书传你 那疯子望着天空 眼中露出不屑 你别糊弄我 我不傻 这小小神通 我才不学呢 王林右手一挥 九龙消散 掐绝一指 立刻天空一按 阵阵乌云滚滚而来 瞬息就弥漫 整片天幕 雷声轰鸣之下 阵阵雨水急速的降临 那雨水是金色 刚一降下便引动了天地原力 急速凝聚而来 下雨了 小红 快看下雨了 那疯子愣了一下 看了半场之后 打了个哈欠 摇头难难道 又糊弄啊 这算什么神通 本王才不学呢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还有那山崩之术 王林一一施展出来 但每次那疯子 都只是看一眼 便不断地摇头 神色渐渐愤怒起来 向着王林便是咆哮 你这个老鬼 你如此吝啬 就不能给我点好的神通吗 啊 你你你你太过分了 王林盯着那疯子 深吸口气之后 把蓝梦道尊传授的 翻天印 光影盾 甚至的倒数融合 全部施展出来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翻天 不学 金光闪闪的 这是什么神通啊 不学 这倒数融合太弱了 本王一口血 就可容一切了 不学 王林皱起眉头 缓缓开口 你到底要学什么 那疯子更是愤怒大声道 你就是不想教我 我要学你收服那大兽的神通 王林有些头痛 想了想之后 右手掐掘向前一指 立刻这修真心的天地内 骤然已黑 赫然间竟化作了一片海洋 那海洋尽头一轮出洋 缓缓出现 光芒万丈之下 残业之力 漠然而起 那疯子眼前一亮 但很快就暗淡下来 撅着嘴摇头道 嗯 这个还不错 但是我有比这个海厉害的 王林眼中渐渐有了不耐 右手一挥再次指去 天空的黑暗与那出洋 消散一座巨大的石门 赫然就幻化在了天地之间 阵阵岁月的流转之力 弥漫八方 轰鸣回荡 岁月急速地转动 仿若要度过数千上万年一半 那疯子仔细看了半声 再次摇起头来 这石门还没我王府大门好 有啥看的 不学 王林再好的性子 此刻也有些忍耐不住了 他深吸口气把这一声所学神通 几乎全部都一一展露出来 让那疯子挑选 但一直到最后 那疯子还是不断摇头 若是仅仅摇头也就罢了 但这疯子却是比王林还要愤怒 怒火越加的浓郁 多次的大吼 你是高人 你不可能只会这点神通 你就是不想教我 够了 王林打断了疯子的吼叫 怒急而笑冷声道 哼 最后一个神通 你爱学不学 说着王林右手抬起 根本都不需要掐绝 便把他这一生学到的第一个神通 引力术施展了出来 以他的修为施展着炼气时的引力术 实在是太过容易了 此树一出 顿时便在大地震动下掀起了一个巨大的石块 在半空绕来绕去 那疯子呆了一下 死死的盯着半空的石块眼中露出明亮之芒 他猛的起身 使劲的揉了揉眼睛 顿时拍起手来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我就选这个 高人 师父 不愧是高人哪 居然有这种大神通道数 王林实在懒得理会这疯子 拿出一尾预检 便把引力术烙印在内 直接甩给了对方 闭目吐纳起来 那疯子接过预检 立刻宁神一扫 没开眼笑啊 连连蹦跳起来 几乎瞬间就把这引力术学会了 怪罩当中 他连忙跑到远处 吼声下右手向前一指 大地震动 被他引起了一个石块 好玩 好玩 这个好玩 疯子一脸的激动 再次一指 一脸引起了几十个石块后 操控这些石块在身体外旋转 他自己更是随着石块转动 一圈一圈的 最终眼前有了眩晕 但神色却是极为的兴奋 笑声不断 似乎还不太过瘾 这疯子跑到更远处 直接飞起后 向着大地一指 地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裂缝 一块块大石飞起 环绕在其身体外 不下数百上千 三天的时间转瞬过去 三天后 王林真开了双眼 目中金光渐渐被他隐藏起来 若不仔细去看 不会发现 但在睁开双眼 看向远处的一刻 王林却是眉头一皱 摇头哭笑 只见在远处那疯子笑声 极为愤怒 他身边有上万块石头 仿若士兵一般将他笼罩 在他对面还有上万块石头 仿若敌人一样 他居然操控了这么多的石块 在半空当中展开了厮杀碰撞 奇才小娘子 你从不从本王 本王有上万大军 你若是敢不从 本王可就怒了 吼完之后 这疯子又立刻跑到 对面的大量石块内 身子一扭捏起了蓝花指 露出了妩媚之色 细声开口 你这个淫贼 有胆你就过来 王林哭笑不得 只见那疯子玩得正开心 长叹一声 起身向前迈去 行了 出去再玩 那疯子意犹未尽 但还是兴奋的连忙 跟在王林身后 不时的回头看向后方的那些石块 眼中露出不舍 似正在考虑 要不要把这些都带走 王林无奈的开口道 外面有的是 二人越走越远 渐渐地消失在了这天地之内 小说仙逆 第1545章 三个宝 外面的世界多美丽呀 外面的小娘子多壮观呀 外面的人好多啊 阵阵足以称之为凄厉的豪叫 在这联盟星域那幽名兽藏身的碎石区域内 向着四周回荡开来 这声音透出了一股 似被憋了无数年爆发出来的兴奋 随着声音的出现 只见一个身体脏兮兮的干兽身影 张牙舞爪一般 在这碎石区内不断吼叫的冲来冲去 王林已然习惯了这疯子的过躁 没有理会其疯癫的举动 而是默默地望着前方 望着这片星空 感受着其内那让他熟悉的气息 家的气息 终于回家了 王林眼中露出惆怅 他有家 家在昆虚 家在朱雀 只是他已经没有了家人 有的只是亡魂 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还要回家 这不仅仅是为了精水 为了司徒男等人 而是他内心深处 在这数千年的漂泊后 说不清的一种清洗 随着昆虚 总是有那么一股奇异的力量 让他割舍不断 哪怕他已经没有了家人 王林眼中露出悲伤 这悲伤弥漫了他的一生 蒸蒸地看着前方 许久许久 王林闭上了双眼 没有泪 只有伤 那疯子的嚎叫也渐渐地低弱下来 他疑惑地看向王林 挠了挠头后来到近前 眼中露出迷茫 他从未见过对方如此表情 但却隐隐地可以感受到 穿在对方身上的那一丝魂碑 哎 小娘子 你这是怎么了 来和本王说说 可是有人欺负你了 本王为你做主 那疯子双手插腰 下巴抬起 露出一副貌似威武的样子 王林睁开双眼 沉默中没有开口 而是摇头向前一步迈去 直奔远处星空 一步步沉重地走去 他走得很慢 目光落在星空这里的一切 他都有种熟悉的感觉 这感觉越是清晰 那来自心中的惆怅便越是浓郁 他自己也说不清 为何这一次会比当年从罗天回来 还要悲伤 或许这一次 他经历了太多太多 走了太远太远 你别这样啊 你这样本王也难受了 本王好想家呀 小红小阴 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家伙 为什么不来找本王 我想家 我要回家 那疯子跟在王林身后 慢慢地被王林的情绪影响也低落下来 不过这疯子的情绪变化很快 没过多久便把之前的悲伤忘得是一干二净 再次兴奋起来 吼叫当中操控四周的碎石环绕在身前 向着前方呼啸而去 玩得是不亦乐乎 王林默默地向前走着 慢慢地把悲伤埋葬 把疲惫隐藏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还不能去歇息 看着在远处玩耍 可却始终不会去离自己太远的疯子 王林眼中露出一丝羡慕 他很羡慕这疯子的快乐 在对方身上似无论什么事情都会转眼就忘记 总是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 这一点 王林做不到 就这样 在那疯子快乐的笑声与时不时后处的沙哑之音下 二人向着星空深处越走越远 不多时 慢慢在前方出现了一颗巨大的修真星 此星之大与当年的天运星相差不多 但在其四周漂浮的护卫小星却是远远超过了天运星 此星 王林没有来过 有些陌生 在其外 有一圈圈的波纹 阴影回荡 透出一股尽致之力 整个修真星一片寂静 仿若死欲一样 没有任何的声息 正目光扫去时 那疯子同样看到了这修真星 整个人立刻欢呼起来 双眼冒光 顿时大吼起来 哇哇哇 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小娘子 这里好啊 本王终于看到其他人了 好玩好玩 疯子兴奋的搓着双手转眼眼巴巴的看着王林 我想去那里玩 王林目光横扫 从那修真星扫过 没有引起任何此星修士主意 便把这修真星的一切清晰入目 此经是一个七级修真星 其上凡人诸多 密密麻麻 分成了近百个国家 修士也有不少 只不过大都是处于第一步当中 第二步修士 数量不多 其中明面上修为最高者为敬念修士 但在此星中心地底却是有一处溶洞 其处有四个显然是常年比贯的老怪存在 他们的修士 最高者呢 是达到了天人第三帅 但也仅仅是一人而已 其余两人均都是天人第一帅的修为 最后一人则是碎孽 那修真星的中心溶洞内有冰火之力交替 这几人显然是借着冰火气息压制体内衰竭 试图慢慢地度过 我有事要做 无法陪你一同去玩 收回目光 王林知晓这里没有人能够伤到这疯子 没事啊 我自己去玩就好了 你要是跟在身边 本王反倒觉得不自在 你就算非要跟着 本王还不同意呢 那疯子轻哼一声 王林沉默片刻 看下那疯子 目中又柔和缓缓说道 一定要去这里吗 你还是跟在我身边 等我处理了事情之后 带你去玩好了 那疯子使劲地摇头 回头望着那修真星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喃喃自语道 这么多人哪 这里一定很好玩 那么多小娘子 还有不少的修士 我当初跑出来 不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地方玩吗 我才不换地方呢 我就要去这里 看到那疯子神情 王林苦笑 陈音片刻之后 他还是有一些不放心 毕竟这疯子的心智 如同孩童 就算是有那不灭体 但难免会被人欺骗 他自己欺骗也就罢了 但却绝不允许 别人去欺骗这疯子 王林性格恩怨分明 这疯子对他有恩德造化 他便绝不允许任何人 哪怕对这疯子有半点的伤害 不行 王林大袖一甩 立刻就一股金色光芒 直奔那疯子而去 将其环绕后 带着此人向远处走去 那疯子眼中立刻就有怒火燃烧 连连咆哮敌吼 在那金光中不断地挣扎 也不知道他施展了什么神通 瞬间就从这金光内跑出 怒气当中还带着得意 冲着王林大吼起来 奶奶的 你敢管本王 就连我哥都管不了我 本王想要去哪玩 就一定要去 你就算是本王师尊又如何 哼 本王师尊有多少 让我散散 一个 三个 八个 忘了忘了 反正多了去了 哪个敢管我 我非要去玩 这疯子怒视 王林刺起来 做出一副极为凶狠的样子 王林冷冷地盯着疯子 他的性格喜敬 而且不是一个喜欢惯着别人之人 此刻听到那疯子话语坚决 冷哼当中右手抬起 向前一抓 顿时楚列峰出现 从其内飞出两道光芒 那第一道光芒内赫然传出一声兴奋的嘶吼 不回去了 这次说什么也不回去了 每次需要老子的时候就把老子扔出 不需要的时候又扔回去 老子虽说是剑灵 可也为你这煞星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你不能这样对我 正是那龌龊的许立国 从那光芒内一闪而出 他出现之后 眼珠一转立刻就看到了那疯子 那疯子也是愣了一下之后 看下许立国 二人看了半天之后 被亡灵挥出的第二道光芒内 钻出一个头 正是那刘金彪 这刘金彪一脸的小心翼翼啊 打量了一下四周之后 在那疯子身上仔细的看了几眼 顿时干咳几声 从那光芒内走出 你二人陪着他 在这修真心等我 期间不要让他受到半点伤害 王林话语一向很少去说否则 其言词便有一股威严弥漫 目光在那疯子身上扫过 王林转身向着远处一步走去 在他想来 有修为尚可的许立国 有那擅长察言观色的刘金彪 这疯子在这没有威胁的修真心上 应该可以无碍 如此 他便放心下来 转眼之下 就消失在了星空之中 直奔修真联盟总部而去 清水师兄 王林来了 王林走后 那疯子与许立国二人大眼瞪小眼 虚久之后 二人几乎是同时开口 小娘子 告诉本王 你叫啥呀 你是哪个 许立国一愣 立刻就怒火燃烧 恶狠狠地盯着那疯子开口说道 谁是小娘子 老子是男的 那疯子哈哈一笑指着许立国 想要说些什么 但还没等开口 却是抱着肚子大笑起来 整个人更是仿若要躺在地上打滚一样 你是男的 哈哈 小红 你快过来看 这剑铃说自己不是小娘子 哈哈 笑死本王了 啊 下雨了吗 小红下雨了 快去给我拿把伞来 这疯子自言自语当中 眼中露出呆滞与迷茫 渐渐地不再笑 而是愣愣地望着许立国 被他的目光看着 许立国眨了眨眼 表情很是古怪 看向一旁始终盯着那疯子的刘金彪 使了个疑问的颜色 那刘金彪神色凝重 上前几步 目光在那疯子身上不断地打量 尤其是在对方脸上观察了许久之后 看向许立国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微笑 只是这微笑怎么看都有些腻味 疯子 嗯 是个疯子 没错 许立国与刘金彪二人目光接触 慢慢地同时转动起来 笑眯眯地看向那疯子